好 说点下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四名地质人员在云南哀劳山失联的最新情况 10月13号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四名队员进入云南哀劳山后失联搜寻至今仍没有结果 从13号到今天已经过去整整一周了还没有失联人员的消息啊这主使令人担心啊 是啊 11月13号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一行六人 包含四名地质人员和两名司机来到普洱市镇源县者东镇张鹏村哀劳山开展野外作业 按照计划呢 两名司机在山外等候四名地质人员徒步进入哀劳山内部翻过山脉到达玉西市新平线完成预定任务 队员们呢 原本是计划11月13号的下午或者是11月14号的上午就能下山 所以呢 他们携带的干粮仅仅是能维持一天 但是直到11月15号仍未见他们下山 未见山的司机于是向镇源县报告了私人失联的情况 解报之后呢 镇源县第一时间成立失联人员救援指挥部 骑协多方救援力量在奥兰山相关区域呢开展地毯式的搜救 16号搜救队发现了失联人员露营的痕迹和部分的随身用品并且得到了确认 那随后的几天的搜救工作继续进行 但是未发现失联人员 19号救援行动进入到了第四天 发现了一些疑似失联人员吃过的零食包装袋 但是最后没能确认 根据镇源县官方消息呢 截至11月19号的下午4时尚未发现失联人员 近山的道路呢已被管制 目前呢只允许当地村民和救援人员进入 埃劳山地形复杂 镇源县境内面积达13.5万亩 山斗林密 沟壑纵横 加之呢正值入冬天气 林中有雾 能见度低 埃劳山18弯能转到你头晕 这是当地村民这样形容埃劳山的 去埃劳山的山路呢也是弯弯绕绕 非常难行 当地人都不敢轻易的到深山里去 那多位当地人证实山里面有蛇 而且还有黑熊这样的野兽 根据了解呢 失联的四名队员最大的32岁 最小的25岁 曾经呢都当过兵 目前初步认为失联因素呢 为方位判断失误 在14号到16号呢 持续降雨 气温下降 且大物弥漫 能见度非常之低 可能导致啊 失联人员方位判断失误 另外呢 这一片区是属于埃劳山地形地貌最为复杂的区域 山壁坡度较大 多悬崖峭壁 就算是巡护人员在平时走得少的地方呢 也会可能出现短时间的迷路现象 云南埃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表示呢 当前的季节啊 埃劳山保护区内的植物最为丰富 同时呢 也分布了较多的溪流水源丰富 失联的4名地质调查人员呢 作为长期有野外工作经验的人 保障食物和水源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此前呢 有地质专家表示 目前失联队员可能面临的最危险的情况 就是失温和脱水 截至10月20号的13时 参与救援人数560多人 以累计出动救援人员1900余人次 为了早日找到失联人员在原有救援力量的基础之上 今天呢 除了人员增强之外 重点组建了三只重装穿越 翻越埃劳山向新平方向搜索前进 其他10个搜救组呢 将围绕13号的失联人员 生活过去来进行拉网式地毯式的精准搜救 那同时呢 在已建的一个补给站的基础上 再建一个新的补给站 采用空头方式补给 最大化的缩短搜救人员往返的时间 提高搜救效力 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我们期待这样能够早点找到失联人员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归来